小偷模擬器一款讓你當小偷的遊戲 哈囉大家好我是洪月 我們上一集不是想辦法從監獄裡面越獄出來了嗎 然後我們現在有個比較麻煩的東西 就是我們目前等級不夠啊敏捷不夠啊 所以沒辦法進行下一個主線啊 不過這個應該也不難 因為我們現在經驗值就只差一點點而已 然後現在那個什麼 這個城市在警戒中欸 不過警戒中應該也就是 額額也不是額客啦 房子的主人會比較激緊一點而已吧 我猜應該是不會有其他的 副作用之類的啊 畢竟我現在好像也沒有被通緝之類的 所以應該是還好 那總之 欸這邊怎麼會有個紫色的像電話的東西啊 欸等一下 我有被通緝耶 我明明就沒有被那個抓到啊 我怎麼會被通緝 通緝燒在哪裡解通緝 欸有人打電話給我 偷 不被發現偷105的東西 我就可以拿到錢 怎麼會有人忽然公共電話打給我啊 我現在是被監視了是不是 OK 沒關係 既然 既然有新的目標我們就去解放 反正我們現在也需要經驗值嘛 來來來我們現在又來到這個105了啊 105現在炸也瘋了是不是 不過應該也還好啦 哇他在二樓 東西在二樓我要怎麼進去 不行不行這個要 這個要等人去睡覺的時候餐頭 剩6分鐘了耶 來得及嗎 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這邊就是停車場啦 我們在這邊等一下 等到晚上 還好我這個 時間流逝他任務的這個倒數 不會變那個 不會變 變快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也是可以進去的 來你趕快睡你的覺 我來看一下 哇他怎麼在臥室啊 我這樣會蠻有風險的 你們知道嗎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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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家東西被我偷完之後 他的東西沒有重生嗎 好像有很多東西都不見了耶 像這種刀架好像有 但好像不是全部都有重生 欸我們偷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那這個坐機拿走 這個我們就走了啦好不好 畢竟好像東西真的蠻少的 沒有好像我也不知道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每一個東西 就會直接重生 總之我們稍微摸個東西就走了 畢竟這個偷過了 再偷一次沒什麼意義啊 欸不對啊我現在還有事情要做啊 我記得 被通緝好像會被貼在什麼地方是嗎 我們可能要找一下有沒有地方可以張貼 東西 看到看到 好像就這個有沒有在這種公車站的地方 就看到我們被通緝 我們長的還蠻帥的耶 我們被通緝五千塊 然後還有一個懸賞令 不知道在哪 我們去找一下 好像只要把那個 通緝令全部撕掉 就沒事了 就不要被認出來就好 欸欸欸你不會開車啊狗毛啊你 這個沒有 通常那種公車站應該都會在 路上嘛對不對 我們稍微找一下 欸找到了找到了 撕掉 OK 這樣子就不錯了 然後這邊又有個電話了耶 我們又要接這個任務了是嗎 喔我很感興趣是不是 OKOKOK 哇這個怎麼那麼快啊 三分鐘而已耶 我們要快我們要快 然後這間房子算是比較前期 我覺得應該不難才對 欸我付了房租 喔完了 他只是聽到應該還好 我們偷了之後 走反方向 他不看到我們應該就沒事 因為他現在只是警戒 有沒有有沒有他只是警戒而已 我們在這邊稍微等待一下 喔他應該回去了 不用太緊張 不用太緊張 OK 走吧走吧 哇然後他這個電話真的就是一直有耶 我們繼續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等級不夠 登登登登登登 107 哇這個我沒去過耶 我現在是不是在爆雷我自己啊 畢竟這個我沒偷過的 可能我甚至都進都進不去 這是有可能的耶 他的鎖子要換一些比較高級的鎖子 我可能就沒辦法 而且我這個地方有沒有 沒有任何的那個 情報 讓我知道要怎麼進去 這可能有點麻煩耶 沒關係 我覺得我還是可以的 畢竟我在一代的時候 也偷過不少這樣子的房子 小心點應該是OK的 等一下這有監視器 標記一下 超恐怖 敲鎖 反正晚上照理來講 他們應該都不在 應該都會睡覺才對 欸 是不是有人醒著啊 不管那麼多了 趕快上來就對了 沒人 沒人 我們把這個偷了就走了 好不好 先走先走 因為這邊沒有情報啊 我待太久了容易被抓 這個 摸走 順路的摸走啊 其他就算了 那這樣應該就OK了吧 我們那種是不是解完了 欸怎麼 他那個電話一直有啊 我現在已經不想再接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在爆雷我 我之後再去好了 這個就當做之後的 賺外快的東西吧 總之我們先把偷到東西拿去買啊 嗨我來了 整個賣掉 所以說好像只有偷東西有經驗值 賣好像沒有 目前看是這樣子 那目前也白天了我們就先回去吧 然後再考慮我們要偷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接那個電話賺太慢了 因為他一次就只偷一個東西 經驗整首 欸就是說我們之前不是有收到那個嗎 可以去領包裹什麼的 好像有兩個吧 那個包裹好像說是要去什麼 麥迪遜街領 不過我到底要去哪領包裹啊 包裹照理來講應該會像是什麼 郵局或者是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們稍微找一下好了 看一下到底哪個地方像是可以領包裹 有這種地方嗎 喔 是這個嗎 不妨找到了 這裡有個紅紅的這個東西 好像就是從這邊領的 呃我之前我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還好我之前有拍片有那個紀錄 42318 42318 這個是在監獄裡的 我領個什麼 107的鑰匙 他就給我107的鑰匙 然後我剛剛才去偷玩107 罵的咧 然後好像還有一個我看一下喔 就是我們很早期的我找一下 喔我找到好像是24252喔 我這抽白是這個第二集的時候找到的 看一下 這又是什麼 一個硬盤 有經驗值啦 喔反正這種東西就有點像 額外的 獎勵是嗎 感覺東西也沒很好 我不知道 啊有一些蠻好啦 就是會給鑰匙 啊有一些就是給垃圾 現在是幫我當盪戶是不是 而且重點是這裡沒多少經驗值啊 氣死我 啊我還要加汽油 我虧了70塊 OK不管總之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來解個東西用 像是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可以看到筆記嘛對不對 筆記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總共這個區有16棟房子 然後有一些打勾的就是我 戰利品解認為全解的東西 我們不覺得我們可以順便來解這個東西啊 然後101 100我們都沒有去過 我們從有去過的開始解吧 103有去過 戰利品好像還有一個沒件是不是 臥室的保險櫃裡 保險櫃我是不是解不了啊 還是我們現在要先回去那個解鎖了 買那個聽證器 因為我們已經點那個保險箱的東西了 然後沒有 聽證器所以說我們沒辦法偷保險箱的東西 不過久現在應該可以了吧 我來看一下能不能買 手機沒買沒關係 這個我們從 網路上買 聽證器1000塊買 這個直接買 吵鬧對講戲也不知道能幹嘛 喔這可以吸引別人注意力 玻璃切割器也買一下好了 這個其實也蠻有用的 然後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汽車拆解 鏟子 鏟子可以打人喔 挖洞 這算了吧 這些之後再說啦 OK剩下的應該都目前還好 滑雪面具怎樣 在那是喜劫失敗 人們已經辨識不出你了 這有必要買嗎 之後再說好了 總之我們現在有了聽證器 應該是可以輕鬆的來去偷 我們之前沒辦法偷的東西 總之我們先來去103啦 103 我們任務一定要全解的啊 這是身為一個小偷 一定得具備技能 身為一個專業的小偷一定有強迫的 東西一定要全偷 然後任務一定要全解 OKOKOK 來看一下 應該是他快出去了啊 喔很剛好很剛好 他就是5點會出去啊 那我們就 不要發出聲響 現在就可以進了 先解這個門 喔他出去了 那接著就不用我多說啦各位 我們能砸都 砸一下 拜訟 我沒發現他沒走啊 我直接敲了 但沒關係他這個白癡 他要走了 他都沒發現他家東西無言無碎掉啊 OK 總之我們現在其實還有玻璃切割器可以用啊 玻璃切割器就輕鬆啊 就不會發出聲響 很爽啊 直接把那個玻璃花一個圈出來 然後我們要拖的就是這個啊 欸這個東西是翹索耶 這個保險會不用聽神器嗎 欸不用耶 那太爽了 我們這樣子偷完了 那剩下的 我們也不浪費啦好不好 還是稍微拿一下 雖然說應該都沒什麼好用的東西 我們東西全賣 又賺了一小筆 不過我們現在就在偷前面的東西感覺 我覺得 就也賺不太多啊 但沒辦法我還是想要全解 我們再來看下一單是什麼 廢品戰我們有去過嗎 好像沒有 欸好像有 廢品單 然後任務我們還沒解是不是 為什麼任務是01 我們出去看一下能不能接任務 104的任務是什麼呢 看一下 我現在又多了一些都可以解了 喔廢品戰這個 喔拍照而已是不是 OK 拍照不用緊張 我們直接走 OK104這個養狗旁邊這個 他現在是不是不在啊 印象中 反正這一家應該不難 我們直接 喔我記得我可以直接從奇怪的地方跳進去 這個是我們跑酷大師的精髓了吧 我跳 欸沒上去再一次 踩在這個椅背上 或垃圾桶上 直接跳 有沒有 輕鬆輕鬆 那接著 規劃一下他好了 他好像不太會走過來這邊 可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在很裡面 好算了沒關係我們等一下 等他走好了 好啦他真的走了好不好 是真的走了 OK 那我們一樣 錢領一下 哇然後我發現他的電腦被我偷完之後 他電腦就不會回來 果然他能重生的東西比較多是小東西 大東西好像不會重生 就他不會讓我一直在偷的地方洗錢 不過也有可能是他其實沒有錢買更大的東西 來我們要來在這邊拍個照 拍個照 耶 然後這邊東西隨便給他摸個兩下之後 差不多可以走了 還有這個東西 這個也不用那個保險箱 不然我前面到底準備停診器幹嘛的 之前只是翹縮等級不夠而已 好機 然後進來這邊打個馬桶 OK我們可以走了 哇怎麼會有人把葡萄酒放在廁所啊 之前都沒有發現 好啦走啦走啦 OK走吧 A29我們已經升級了對不對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繼續接下個任務了 我們敏捷點一下 燈 掃蕩109 噢 Well well You've actually got me to call you Well I should have you in my basement as we speak Let's see You still have to be in from us in some kind of self vengeance project You run off and think it's all over Well guess what It's not It's a miracle you're still alive You have to thank your friend for that As what he sent to us is very valuable This is the reason I let you live But now You will teach you things for me Including paying back the money But now I need you to cause a mess at 109 Do everything you can there Steal all the stuff Do all the tasks 所以我們109 要少全部的東西耶 感覺這個會蠻多東西的 不過不行 我們今天的任務還沒做完 我們的任務就是我們要把所有的任務 我有去過全部解掉 所以那個之後再說 不好意思老闆 我要再讓你等一下了 OK 總之這個應該也完成 誒104沒完成耶 任務沒完成 不是只拍一個地方就好了嗎 呃啊 我們趕快進來 哇 他真的要拍兩個地方也好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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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直接進去 OK 之前沒注意到 拍 然後這邊還要 拍 這樣應該完成了啦 直接走 直接走 不要亂摸好不好 直接走 好 解完了 解完了 再看看下一個是什麼 106還沒去過 107還沒去過 108 108有去過 任務沒解 好 我們再回去解一下任務 安插證據 這個應該還行 放個包裹而已嘛 是說108是哪個洞啊 我現在其實完全想不起來 我真的有去過108嗎 可是我任務又有解 照理來講應該是有 好 108就是這個在 加門前放路障這一間啊 那個 被我搜刮一堆東西 然後東西藏地下室那一個 那這個應該也不太難才對 我們現在有密解 是不是可以從這邊爬 不行 我們就不要從一樓啦 我們直接從二樓走上去 這邊有個梯子嘛 沒記錯的話 我們就直接走上來 然後因為他在睡覺喔 這邊離他睡覺的地方太近了 我可能要小心一點 放完包裹就走吧 誒 炸之氣 好啦 不要被發現啦 我們直接走了 誒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能去 都去得差不多啦 各位 大家看一下 109沒去過 對 109是我們下一間嘛 對不對 那110呢 10也是 有去過 好吧 看一下110的任務是什麼 110也是拍照 給廚房拍照 OK 110是哪一棟啊 我現在又沒什麼印象了 偷太多棟了 偷到我自己都忘記 我哪裡有去過 啊110就是這一棟啦 我想起來了 也是我們很早期就去過的 好像我就在這邊拿到一個包裹了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拍照 公公公還記得吧 就是我 從他身上偷過鑰匙 你不要只問號好不好 我們切割 耶 我只是在這裡拍個照而已啊 不用太緊張 OK 然後 9我就拿走了 稍微摸個東西 意思意思一下就好 那沒事的話我就 先行離開啦 那接著還有哪裡嗎 我看一下 110去完 111沒去過 112沒去過 113沒去過 114沒去過 115沒去過 116 太難了 對我現在來的太難 所以116就之後吧 我們現在把東西給賣一賣 接著我們就來去偷109 哇然後我發現109他要我那個 掃檔耶 就全部戰利品都拿 然後任務要全解 我天啊 這不就是我今天在做的事情嗎 OK那有什麼問題 欸不然把那個 東西賣掉啊 算了 一起賣賣 因為我們接著還要去109 是要全脫的啊 欸情報我是不是還沒買啊 看一下我109買了沒 欸好像有耶 各位看到基本上都有顯示 我這個是我全接的是嗎 我不知道 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來看一下 109 109沒接啦白癡 我們把這個安保買一下 這啊這三個東西他自動幫我解鎖啦 可是這些我還是要知道一下 OK 然後我們 順便買個那個 不是任務 喔我講錯了 順便再看一下有沒有東西可以買 我現在有1萬塊喔 夜市境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 需要什麼東西 目前看好像也還好 微型攝像頭也可以的啊 但沒必要 我們鞘索都買掉了 不然我怕我把它弄壞 再來拆解 我現在也沒有拖車也不用買 好啦買個滑雪面罩啦 這樣子我應該看起來就 歐麻麻 你知道嗎 看一下有沒有 這可以裝嗎 這好像也不是穿的耶 這是幹嘛的 他是不是要之後我才能帶之類的 我不知道 還是我有哪個地方可以裝扮之類的 有這種東西嗎 好像也沒有啊 他幫我買那個面子要幹嘛 浪費我的錢 走啦我們去109 哇109好近喔 109就是在那個 當鋪旁邊而已 又是一個現偷現賣的東西 我們把這填在這裡 然後在這邊觀察一下 他直接幫我們解鎖全部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活動作息什麼的 目前8點半 9點的話會有一個 開始不見 哇然後這有點懶耶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晚上有沒有 他們睡眠時間很短而且很破睡 就不是兩個一起睡 這到底是什麼睡眠時間 為什麼會有人睡一半又起來 然後又睡一下又起來啊 你們有人會這樣睡覺嗎 等於我們現在先觀察一下 哪個地方可以那個離開好了 我要進去 我應該可以直接從這邊跳進去 哇我現在看起來超 超顯眼的 而且我其實有自己裝備那個 我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 什麼小偷啊 OK總之 有跟人要出去了 現在是我入侵的時機 然後這邊 喔拍照要拍這邊是不是 喔這邊有點大 OK 我們再進去 啊這家就是110旁邊嘛對不對 欸這邊進不去 這邊是給我們觀察用的而已 喔這可以直接爬 其實我只要注意好他的動向應該是都沒事的啊我覺得 沒那麼危險 總之我們先來去外面解個任務 這個首先翹一下 目前這應該是最好的時間點 因為只有一個人 其他時間段都會比較難 我先標記一下他看他會怎麼走 他會往前走 所以我在這邊應該是挺安全的 而且這邊可以逃脫可以直接走去另一家 這裡有 沒事 偷一下錢 然後他知道我拍哪裡啊 拍裡面是不是 蛤是這裡嗎 還是他有拍這樣子 喔這樣子這樣有了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要做嗎 客廳裡有超棒排電視機 然後我目前這個地方有沒有 那個 是沒有防盜窗的 所以我窗戶都有百頁窗 這不叫百頁窗 這是防盜窗吧 總是廚房 這邊是廚房喔 我們直接從這邊用玻璃切割器切進去 耶 然後這個玻璃切割器就比較糟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記得一代的玻璃切割器是 你切完之後有沒有 它是像這種玻璃中間會一圈 然後這個玻璃切割器 其實把整個玻璃切掉是怎樣 玻璃都被你切掉了就不用打 玻璃切割器 白痴 我是智障 哇這裡出不去 完了 翻進去 哈哈哈哈我真的是個白痴耶 我就到達上面翻進去 我是智障是不是啊 天啊 快跑一跑 我天啊這樣子很不妙 我要被通緝了啦 我要去撕東西的是嗎 還是我被抓到沒差 哇然後現在是怎樣 它剛才被我偷過 它現在完全沒有那個警覺性耶 太誇張了吧 OK那總之我們不要走這邊啊 走這邊 它在廚房啊 標記一下它 喔它離開廚房了 它應該要再很久才會回來 我們不用太緊張 割一下玻璃 其實我本來以為它是在外面 我沒想過它在廚房 總之它會蠻久的 它兩點會往 這是什麼地方走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們全偷 然後 東西能拿就拿 這個就是我們的 目標啊 我們的任務啊 看一下看一下 這邊還有什麼東西 沒了 照理來講它應該是不會過來的 沒意外的話 我們可以偷的安心一點 然後這個東西 要我們打碎是嗎 欸你是認真的嗎 這裡有個星星有打碎盤子耶 這之後再說啦 打碎我們最後再做啦好不好 現在它就在旁邊我還打碎 我不是白癡 然後它目前在房間裡 欸欸欸 OK沒事 超棒排電視 這個我們之後再搬出去好了 遙控器 手把 揚聲器 然後這種抽機是打不開的 太棒了 代表裡面不會有藏東西 啊背包也滿了耶 OK 那我們就先離開 我這一單感覺非常賺 你知道嗎 賺到爆讓它走 等一下我要怎麼搬著電視走出這個地方 它現在在外面是不是 對喔它現在在外面 我要怎麼包著這個電視走出去啊 扔出去 這最好扔的出去啦 哇 沒辦法了 我想一下該怎麼做 這電視要怎麼搬啊 喔可以走這裡 OK 雖然他們聽到了但沒事 我們走我們走 結果不是他回來啦 我剛剛看錯 是他開門進來 那總之 我們目前 偷了一單 先走先走 欸靠 白癡喔 你不要打在這裡 哇 走不看路耶 這些垃圾 害我現在要直接揍 不然撞死了 唉呀煩死了 這樣那邊又要警戒了 我又要被通緝了 不過這裡都阻止不了我 然後現在 哇現在剛好是那個 他們都不在的時候 我們趕快撐一下進去 哇這個時機很不錯 欸這邊直接割 然後趕快打碎盤子 我們這個時間有限啊 呃還有什麼可以拿 花瓶可以拿 他感覺快回來了耶 我們其實應該沒有時間 拿全部的東西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這裡有鐘 這邊是一個電腦式的感覺 我們都拿 欸這個主機 要那個 等一下 我們這一趟先 再偷這個房間就好了 因為他們快 感覺又快回來了 如果兩個都回來 我們就很難偷了 有時候這也是沒辦法的 他們在一小時後回來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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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盤 鍵盤放抽屜 欸這手機可以拿 哇這手機不能偷耶 壞掉了喔 OKOK差不多了 主機暴走 還有什麼東西是一看就可以偷的 好像沒有 先走先走先走 時間有限啦 剛才我把主機丟出去 然後先走了 所以說4點的時候他們會 不在 那我應該可以 下一次有沒有 直接進去全部搜刮 我們直接待到那個他們都不在 欸靠北我不想把那個黑龍賣掉 不想點錯啊 來來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他現在剛好不在這邊 我被發現非法入侵了 應該是被路人看到 但這個還好 他看到我進去應該還好 我覺得 怎麼這麼解鎖 然後我提早了一點進來啊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在他出去的當下 直接開拖 OK的 我們直接先進去 他現在是在室內還是室外啊 看不出來 好像是室內 這門關起來 小心 好走好走 這時候離開 你的東西就被我偷光啦 小傻 小傻蛋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還有兩個房間喔 先看這個 這是廁所 來廁所 先打馬桶 欸他這個馬桶超硬欸 我的天啊 我打不壞他馬桶了 氣死我了 怎麼會有這麼令人痛心的事情呢 各位 好那剩房間 房間偷完就結束了 畫可以偷 畫應該要最後偷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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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有限啊 這可以拿這可以拿這可以拿 這裡有開個保險箱 撬一下 撬一下 其實我不應該在這麼短時間撬這個啊 當然 看到了就要撬好不好 OK 哇裡面有手機還有錢 還有什麼呢 這畫也可以走 欸 我偷不有那麼多欸 各位怎麼辦 完了 時間 好像還夠 我們先爆一幅畫出去 然後再拿另一幅 應該還可以 欸沒有這個畫可以直接收進去 好爽喔 啊這可以通嗎 可以 畫作免啊 我們走了 這是滿載而歸啊 各位 當鋪我來啦 開賣開賣 啊怎麼都是那個 黑灣東西 山谷賣掉 現在賺麻了 各位 Yeah 畫作賣掉 Nice 欸 啊我們這樣子沒有解任務嗎 看一下任務 109 109還有什麼沒解啊 我應該全拿啊 啊應該開車回去就可以了 走吧 開車走囉 啊有了 瞄準更大的目標 他要搞到保安欸 這個我們之後再說啦 今天我已經玩好久了 到保安感覺很大啊 我們下一集 特別來偷好不好 特別來實施所有的到保安 等一下不要緊張 呵呵 渡假村 渡假村 好啦不要緊張 這個是我們下次要幹的事情 然後我現在我的儲藏室已經有100多公斤的髒物了 欸我天啊 而且我發現有些東西 好像 黑灣沒了他就變成那個是不是 一般的 這種 可以拿去賣的東西 OK 到時候再說啦 我們再聯絡OK嗎 我先把東西從黑灣賣掉 廚房用品 喔 電子用品有 賣掉 貴重沒有 其他 其他也沒有 哇怎麼什麼都沒有啊 OK啦 那總之我們就東西買一賣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就到這 來先觀察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